幸福盟于今日稍早召开记者会,炮轰政院草案抵触我国三权分立精神,更是公投网顾民意,呼吁应以同性共同生活法为准。 图,记者叶正勋设行政院于昨21日公布同性婚姻政院版草案,以中性的司法院是自第748号解释施行法为名,据了解其内容多以民法为依规。 幸福盟于今日稍早召开记者会,炮轰政院草案抵触我国三权分立精神,更是公投网顾民意,呼吁应以同性共同生活法为准。 幸福盟于稍早召开记者会,幸福盟法律顾问曾品杰表示,大法官748字号视线上半段认为现行民法婚姻章有所不足,应该补充,属于大法官权责并无疑虑,后半段谈到如何给予同志平等保障属于立法范围。 而去年民众已透过直接民主、公投方式,表达保障权益必须诉诸婚姻以外行事,但根据行政院昨日公布之司法院是自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内容,实质上适用婚姻行事,而非婚姻以外之行事。 748字号视线后半段谈到,视线两年后若未完成修法,同性伴侣将可直接适用民法登记结婚。 曾品杰强调,此为主要争议重点,认为该段已经超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权限范围,属于行政权范围,按照645号解释。 如果违反权力制衡分立原则,相不生效力,748字号视线后段逾越大法官解释权限,使侵夺行政权应属于不生效力。 曾品杰表示,行政院是错把鸡毛当令箭,该法案更是抵触我国三权分立精神,我们认为还是要叫同性共同生活法才恰当。 曾品杰在谈道,该法案实质就是同性婚姻法,敢做就坦白讲,何必遮遮掩掩掩。 认为行政院不符合主流民意期待。 立法委员赖时宝则表示,公投结果很清楚,700万民意要求以婚姻以外行事另立专法,但行政院法务不用混的方式直接承接大法官解释,痛批是以大法官强压700万人民。 赖时宝痛批,蔡政府没有忠心思想,先将一切诉诸给公投,人民意志,却又 用大法官解释文强压民意,苏贞昌说自己是冲冲冲,看起来却像混混混。 安定力量主席孙记正谈道,公投内容很简单,就是一男一女跟婚姻以外行事保障,显然政院板草案准用民法是换汤不换药,便宜行事,765。 万民意无法接受,将民意视为流水,这是大法官治国吗?认为不论法案名称跟内容都违背主流民意,应该回归同性共同生活法才恰当。 安定力量主席孙记正谈道,公投内容很简单,就是一男一女跟婚姻以外行事保障,显然政院板草案准用民法是换汤不换药,便宜行事。 图,记者业症虚设。